獨家首飾下一代 是下一代喔 Lexus New IS300H 偽裝原型車 我們前往洛杉磯 假釋駕到啦 準備在明年一月 品特律車展首演的 新一代Lexus IS 偽裝原型車 而且還是預計 明年第二季 首度來台的IS300H 油電複合動力版喔 外型給它貼得密不透風的 雖說 沒法子看得真真切切 但從大致的輪廓中 不難發現 新IS的仿錘式水箱護照 大燈 皺形燈等造型 是學至絕美的LFCC概念車 高間線大板件下 配的是25535R18的輪胎 LFCC概念車上 從後葉子板前側裙開始 斜掠而上 一直延伸到尾燈的藥物線條 看來也被新IS所吸收 2.5升汽油引擎加電動馬達 輸出數值雖尚未公佈 不過在D4S 缸內直噴工油等相關技術 池源下 引擎很活潑 轉速拉得很快 肯定比ES300H的205P重效馬力還大 新IS開起來和現行車款 最大的不同在 運動鬥志更為成熟 而且領強 對於路面的掌控 不管什麼時候 都顯得油刃有餘 在操控樂趣 讓人很有感下 卻絲毫不減 應該有了敖滑車 行路品質 前懸吊拉桿 重新規劃後 腳線型版 抄架安穩度 強了20% 轉向行程比 提升至每轉55.6公里 轉向手感更輕鬆 轉向機構也調整了一番 讓轉向反應更好 F-Sport版則又再調校了 前後懸吊圈黃 吸震EPS系統 因此在多態駕駛模式中 又再增加了一組 Sport Plus模式 內裝也跌得亂七八糟的 F-Sport座椅一剛開始做的時候 背部支撐感強烈 讓人以為長途做下來會不舒適 可是 才過了一下子 你就會適應 不會不舒服 單元數位儀表設計概念 是來自於LFA超跑 實際運轉時很酷 事實上 IS300H儀表 處於一般或是Eco經濟模式下 為氣墊能源使用狀況顯示 溫度調整控制方式很特別 為敏銳的觸控式滑軌 而往上或往下按一下 便可做正負0.5度的升降溫微調 整合式資訊平台控制旋鈕 比起Lexus其他車款的類滑鼠設計 則是要來的比較簡化 動物新聞 美國洛杉磯報導